逃给警察追却遇上红灯 远警立刻掏枪下车 二话不说直接冲上前 连续开了三枪 但嫌犯就是不肯停车 保险感都掉了继续加速逃逸 监视器画面也拍下 当时驾驶根本没在管其他用路人的安危 在路口横冲直撞 不只撞坏警车还直接往前冲 接着又转逃逸 远警发现这辆车行机可疑 立刻上前拦查 没想到驾驶不但不停车 还直接跑给警察追 来到警安捷运站附近的这个路口时 还一度想要冲撞停等红灯的汽机车 这辆轿车10号晚间11点 因为没开大灯 车身又满是撞击的痕迹 远警立刻靠近看 发现车牌是假的 马上拦查 没想到驾驶直接猛吹油门 一路逃到捷运站附近 被车阵挡住竟然试图冲撞 远警连续开枪也没能把车拦下 直到追进一处巷弄 才把车子拦下来 整整追了5公里 车上一共三男一女统统落网 这时才发现 坐在后座的27岁中性男子 头部重担松衣抢救 其他三人则是当场被带回派出所 警方依警卸使用条例 第四条第四款 开枪符合警卸使用条例规定 29岁林姓驾驶向警方供称 当时他们是要去酒吧喝酒 开着这辆车车急已经注销 又没有驾照 半路被拦查才会心虚逃跑 但过程中警方看见 有人不断从车内丢出一包又一包的东西 怀疑他们边逃边丢毒品 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他是遭警方开枪击中的中性男子 子弹卡在脑部无法轻创 昏迷指数5 存活率只剩10% 警察怎么会这样子执法不当 怎么会这样子 他跟我们说他是对着轮胎设 但是不是 他是对着挡风玻璃这样子 后面的连开三枪 就从他脑袋这样贯穿 27岁的中性男子 去年被诈骗集团骗了几百万 遭到债主骚扰 因此躲起来 妈妈联系不上他 通报失踪人口 今年过年 儿子才打电话向他报平安 相隔4个月没见 在看到时竟是接到命违通知 那本来是预计 今年跟他女朋友结婚了 还打电话跟我说 他要结婚了 结果现在站在那边 终于不动 当时听得红灯的问奖目睹全程 行车记录器拍下 灵性驾驶聚拣逃逸 远警边跑边开箱 原本想朝左轮胎射击 但车辆突然右转 子弹贯穿后挡风剥离 打中后座乘客头部 警方表示嫌犯车辆横冲直撞 担心危害拥路人才会开枪 用枪时机符合警械使用条例 就蛮近的 然后他边跑吧 可是高度太高了 像我坐在 我坐在那个 就是我是坐着 我长得比较矮 因为他长很高 我子弹也从我旁边插过去 驾驶兴趣逃逸 因为他的车牌遭注销 冒用路边同款车的车牌号码 找虾皮卖家定制 不知道真正的车主 是名警察 发现遭盗用 也注销车牌 警方发现嫌犯车号查不到资料 又拒检逃逸才会开枪追捕 针对警察用枪争议 相关单位修法 拟定成立调查小组 但草案至今仍躺在立法院 用枪时机和比例原则 怎么拿捏 警戒人无标准答案 原警盘查轿车 一打开松脱的排档杆 不得了 是随时准备要火拼吗 竟藏了一把冲锋枪 跟30多发子弹 一问三不知撇得干净 但这套老梗说辞 恐怕不被买单 医疗性驾驶自称有帮派背景 警方得要继续追查 是不是也有其他内幕 就像一月至今 新北市发生30多件拒咎东方案 往下追竟有10起 都跟黑帮有关系 一群人把蓝衣男子逼到门边 又推又打 警方到场 他们公称是私人恩怨 没想到是竹联邦到处诈骗勒索 逼签本票 光天化日 当街把被害人压下车 要带到屋内拘禁殴打 综合这起讨债案 其实是帮派组成的 诈欺车手集团 闹内讧黑吃黑 兄弟翻脸 前方们以为被逮时 只要不承认含糊带过就没事 但种种蛛丝马迹总会露线 让单纯纠纷案件一一献出原形 TVB的新闻成艺人 吴于亚新北报导 直询死对头又碰面了 就回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先出招 你愿便承诺 未来不会发生大停电 委员 我们都很清楚看到三月三号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电是足够的 没有推 也不必一直把他意识形态 用意识形态把蒋万安的话给顶了回去 行政长苏贞昌不是省油的灯 但蒋万安也不打算善罢甘休 提高音量 明明问的是停电 却扯到蒋万安的阿兽蒋中正 原以为会让蒋万安再一次语色出糗 没想到竟然战斗力十足 这样的比喻实在是非常的不伦不类 我们其实就事论是在谈这次大停电的问题 都离开议场了还在骂 这样的转变也让苏贞昌感觉到了 连交手多次的苏院长都发现蒋万安不太一样了 从原本的温文儒雅变得炮火猛烈 有人解读就是因为打算要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 跟侯友宜借降 2018年帮他打下江山的前新北市文化基金会副董事长林介佑来团队 因此改变战术 走提枪上阵的风格 希望能够让林介佑先生 他过去在新北市文化基金会的经验 还有他的创意能够来协助 只说两个人早有渊源 必谈跟谁借降 但随着蒋万安竞选团队逐渐成型 加上问政风格的转变 要参选台北市长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声 TVB新闻刘宇峻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很多人跟我检举我都有名单 党中央会没有名单吗 党中央怎么可能没有名单呢 讲的就是近期在国民党内部闹得沸沸扬扬的换票联盟 朱主席说两个礼拜内如果抓不到就要送检调 而且国民党不是一向说检调都是在绿营掌控的吗 那你送给检调不是请鬼拿药单吗 奋恺情绪藏不住全营主席朱立伦才撂下考纪会 若无法查会就要送检调 但对内赵瑟康喊出改革 对外也提再也何 联署上还举南韩大选为例 说尹锡悦之所以能当选都是第三大党的候选人 安哲秀退选成全 反批台湾在野党若无法团结对抗执政党 就是自私难不成这话又是喊给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听吗 我也不认为柯文哲就是一定不能谈 柯文哲也不是一个没有谈性的人 但是你也不能欺负他嘛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回到家乡桃园 和市长郑文灿肩并肩 两人还时不时交头接耳 对桃园很有话聊 但要推谁角逐市长蓝绿都还在挣扎 而这一位呼声很高 才刚结束全台苦行的罗志强似乎已经心有所属 脸书po文说决定展开请听桃园之行 要听听市民意见 做出是否参选桃园市长的最后决定 要不要参选不否认 的确陷入了天人交战 说不定他哪天还要到高雄也要走一走 到屏东再走一走 这回答难道是给罗志强一个软钉子吗 朱立伦有意无意再点名高雄 因为也曾传出罗志强要出征这 但高雄对在野来说的确较为艰困 蓝白河的声音自然也没少 我们没有限制一定是要国民党籍 但是我们会努力的国民党推出最好的候选人 那也不排除在野的势力 大家能够合作 柯文这也不是一个没有弹性的人 但是你又不能欺负他 也不能说你现在第三 所以你就得听我的 蓝银两大佬都公开喊话 尤其日前蔡碧如还和也有意选高雄市长的 前市府民政局长曹桓荣会面 酝酿港督选战在野大联盟的氛围 但民众党主席接受吗 看来蓝白合不合也不是一边喊了就能成 TVB的新闻 廖宗庆 李平仪 李延志 李怡婷 台北桃围采访报道 有意见却不说 几大巨蛋后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为大湾北段跟内政部隔空交火 日前一句大湾北段被中央一卡就是两年 招来内政部反击 大湾北商业宅1678户都是违规户 但这里房价每瓶上看120万 北市府想出要住户脚带金解套 从每瓶16.18万先对半砍 再打6折到5.21万 内政部说这个社会观感不好 更指早在108跟109年 已经四度提到这个问题 大家公文调出来看 你当时是跟谁说太便宜 鞋在哪个地方 5万多块就妥协方案 我就出去说 这民进党说5万多块不高 一定要7万8万 这不是给我无关 这是花敬群共的 他要承担 自认是承担历史工业 如今却被内政部点名改进 还说柯文哲的做法是在助长炒房 大湾北段难题无解 传出柯文哲2月跟内政部次长花敬群开会 当面呛 如果任内没处理完一定翻脸 花敬群则回不接受柯文哲这样说 政治上也许有对立 但是不应当牺牲人民的权利 我也明着讲我当台北市长 我们的局处有去卡过王世坚的案子吗 没有啊 原本要开心宣传达大众运输抽奖 一个大湾北段争议让柯文哲满是怒意 只怕卸任前跟中央继续僵持下去 TVBS新闻程序田嘉庆离平 SNG小组台北报道 扬起尘土伴随着枪声 最应叫召进入第七天射击训练 除了EUE熟悉的65K2步枪 T-4排用机枪也不能少 不过如今就有立委建议出了步枪射击 是不是也该将这款飞弹 一并纳入校造训练项目 地空飞行的俄军直升机 被不知从哪发射的飞弹精准命中 这个帮助乌克兰重创俄军的飞弹 就是人稀式刺针飞弹 攜带方便打了就跑 但台湾还见不到新阶段 我们有的刺针飞弹 包括车载式刺针和双连装刺针 两者都有强大杀伤力 然而论隐秘性都远远不及 人稀式刺针 存活性会更高了 因为他一个人可以躲在棋楼 可以躲在其他障碍物下面 通常一个人 最低一个人就可以搬着移动 但这款刺针飞弹 虽然我国已向美方 以133.7亿元价格采购 最快还是得等到113年才能交付 很多经过来都是如期来做的 部长挂保证说别担心 但防空系统要升级 暂时的通讯设备也得注意 在时候掩护的通讯车上 接通电话想上网也没问题 这套新型野战通信系统 被寄望能改善用了20多年的旧系统 如今向美采购的绝标金额也曝光 总价新台币69亿9378万元 他既能在暂时建立完整通讯 也能在通讯不良地区来救灾 114年抵台后 国军即便在暂时也能维持有效率的指挥管制 这意思也是国军要对台海保持警戒 尤其乌尔战争下国内浮现全民国防声音 就有立委建议免疫厨艺或女性只要自愿也能加入交召行列 他假如厨艺的人他要回来 我官方表达欢迎 但我们不做安排 没有加入的话 旁边帮忙 这也是一个爱国的表现 现阶段没研议 倒是外交部似乎很紧张 前一天在专案报告中提到 若对岸错估情势对台采军事行动 必将付出惨痛代价 这话听来很严重 惨痛不惨痛 一旦作战的话 讲真的大家都很惨痛 我们以前不管抗战也好 有很多古代的经验 作战经验 到最后要么就惨胜 就算胜的地方也惨胜 即使没人想作战 但还是得备战 既然如此地理环境就成了优先沙盘推演的目标 而乌尔战争超过两周还在僵持 乌克兰的战略指导为持久消耗 也必须看环境因素 这个是因地而异 但我们台湾防御作战状况不一样 这个以前你要抗战 为什么以这个空间换取时间 还是那句台湾真的不等于乌克兰 台湾应该才是乌克兰一样 全新发一把枪 还不到这个地步 也没有国民会希望会有需要上战场的那一天 TVB的新闻的严智林一婷 SY小组台北陈保报道 赞同发声 甚至于跟他们同一鼻孔出气的言论 都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又让苏葵开炮了为的是这段话 韩国这个做法 我个人的评论是太急躁了 刚当选就那么明白表态 清美日我要煞德要如何如何 还要加强 对中国大陆就是一种挑衅 才刚加入国防外交委员会的第一天 吴思怀想发挥专业 提出自己战略看法 结果又被绿营捡到枪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高雄市议员黄杰批 管太宽了吧 激进党更酸 他太减 而吴思怀解稿前没有回应 但确实不管说什么 他都很容易被放大检视的 还有国民党前主席 红授助 他接受外媒专访 说民进党政府每天挑衅大陆 就算大陆军机进入我防空识别区 只要提醒就好 现在绿营的言行都是让台湾走入绝境 投给蔡英文的人就是817万 不用脑筋的人 个人有个人的言论 那个人的言论并不是代表 整个党的一个立场 但我们还是要强调 民主的选举有它的过程 听得出红授助这番话 蓝颖有多尴尬 话题人物触碰民干两岸议题 怎么说都不对 穿着深蓝色外套的男子 不出家门 似乎知道自己背叮上 立刻加快脚步跑下楼 埋伏在楼上的编义员警 看到他想落跑 立刻追了下去 两人甚至在街上上演警匪追逐 最终将他压制 而他就是在三重在地的39岁成姓角头 被查出专门和老婆设局被害人先人跳 借此恐吓取材 警方发现他们都是透过这样的手机交友软体寻找目标 一旦被害人上当之后呢 他们就会把人约到旅馆里头 那被害人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陷阱 警方调查 陈信角头伙同妻子以及两名好友一起合作 把被害人骗到旅馆见面 女方借机说要去洗澡 这时候就会有人上门说 这个是我老婆 我要索讨遮羞费 不给钱就是报 用恐吓的方式 那被害人呢 就是身上有现金呢 还有信用卡 还有ATM的提款卡 这样的方式呢 来恐吓取材得逞的 还有那个签本票的 总共不法的获利将近50万元 警方调查一共有两名被害人 其中29岁的李姓男子 被逼迫拿出9000元现金 一名37岁的江姓男子 则是被带去ATM提领三万块 还被刷了十几万买金式 甚至被迫签下三十几万的本票 这回警方接获报案 寻线抓到四人 将他们依法送办 只是网络交友竟然落入 仙人跳的圈套 恐怕也是被害人 想都没想过的事 TBS新闻找面误心燕 新北市报道 诈骗集团拜托你们 不要再来了 好不好 我刚才拜托迈过来 我们人们很高兴 那些人都没资 我们叫命资 在直播上 大力抨击诈骗集团 知名直播主丢丢妹 提醒观众不要上当 原浩的粉砖 被诈骗集团冒用名称 已经有好几个观众受骗 而现在 幕后的骗子 终于落网 大批警方前往攻击这处名宅 原来这边就是诈骗集团的据点 逮到这名34岁 饶性男子有多项诈骑前科 他在网络上冒充的对象 除了丢丢妹 还有甜歌海鲜 拼鲜水产的27个脸书直播主 他会先创立同名的假账号混淆 并埋伏在观众群中观察谁得标 主动密他要求对方照流程付款 或是告诉观众 被挑选为VIP有礼物拿 要求填写资料 骗取信用卡资讯再到刷 至少上百人受害 诈骗金额超过600万 在镜头前吵着气氛 观众喊价减便宜 现在也越来越多店家 开直播充业机 其他直播主 也有被诈骗集团冒充的经验 他们会提醒观众三大重点 要注意账号 是不是官方的 不会用个人账号 得标后也会要求 先加LINE二次确认 另外直播主 也不会主动私讯得标人 而是要买家自己截图 私讯粉砖才不会搞错 客人没有主动联系我们 我们才会去联系客人 但我们所有的流程 一定都是透过公司的账号 或者是公司的LINE 觉得不会有个人的账号出现 其实脸书直播粉砖 都有加以提醒 不是官方的账号 都不要理会 民众在付款前 可要张大眼睛看清楚 多重确认 才不会让钱 落入冒牌货的口袋里面 最近上网时 一定有很多民众发现 有人声称和男女朋友分手 要低价出清商品 比方说 像是一些苹果的手机 或者说香奈儿包包都有 现在甚至就连台中市的警局 也发现 不过要小心 真的这么多人感情不顺吗 因为这是诈骗 今天有人在网路上分手搞出清 当然都是gay 贴文大致内容会写上 男朋友送的东西一件都不想要 低价转给需要的人 只求带走不屑 仔细一看东西很高档 像是名牌包 苹果手表 手机 就连一台南球的PS5都有 通常他们会强调东西是新品 而且都是高单价商品 低价卖出 甚至打对折 要求面交就极力拒绝 也不开放文章留言 要用私讯的 他买东西要送给他女朋友 可是他女朋友可能说 这个东西已经有了 东西也送不出去 所以说他用低价 要把它卖掉 不只用分手当诱因 还有网友分享 搬家出清 原本是要卖 可爱造型滑板车 1500元出售 同样声称 不能面交 汇款再给货 最后收到的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塑胶滑板车 商品都是低仪市价 非常多 然后利用这个的广告 来吸引民众的注意 那民众就会抢下单 统计近两个月来 类似案件有多达近800件 手法推陈初心 民众得睁大眼睛看仔细 否则不是他的感情被骗 就是你的荷包手骗 体别新闻 许文杰张卫贤 台报道 车主就开始 有点恼羞成怒 他说那我可以 推倒你的脚踏车吗 然后他居然 还对着我的女儿说 妹妹那我可以打你吗 什么是这么严重 还想把气出到小孩身上 郑先生 3月9号晚上8点 骑脚踏车 在就读国小三年级的女儿 到戏指建成路上钢琴课 看到汽车红线围停 挡住人行斜坡道 提醒车主移车 当时郑先生就像这样 拍了对方汽车引擎盖 示意请他往前开 但车主下车理论 不满郑先生动手拍他的车 两人发生口角 他就还蛮气愤 就说你怎么可以拍我的车子 你不可以拍我的车子 他强调好几次 一直不断的重复 那我说先生 请你往前 因为你挡到了这个坡道 郑先生说 这路段常有车辆围停 曾看过一对夫妻 因为无障碍波道 被汽车挡住 退婴儿车下不去 当天他请黑衣车主移车 自己也拍照纯正 但女儿疑似被对方出言恐吓 让他很自责 当下我没有听到这一句 事后回家 我女儿就是有点害怕 跟我说 刚刚那个叔叔跟我说 他说要打我 不过事后 郑先生回想 与围停车主的对话 对方是说 难道我可以推你的脚踏车 以及难道我可以打你女儿 这两句话听在律师耳里 可能不构成恐吓罪 因为使用难道呢 是指说 我不会想要这样事情发生 所以要构成恐吓罪 是比较困难的 用手去拍打别人的车子 虽然不会使车子毁损 可是呢 也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不愉快 两人纠纷 没引发更大冲突 但是后民众检举告发 汽车红线围停 警方受理 可开罚最高600元 而细止建成路 也是辖区警方认定的 一围停路段 从1月1号统计到3月11号 取缔围停临停 总共436件 不过交通部宣布 4月30号开始 7机车红红线临停 不再受理拍照或录影检举 未来如果遇到违规事件 阻挡通行 民众可以报警处理来解决 TVB的新闻 南红军委新闻事报道 蓝鱼男子跟邻居爆发冲突 一听就知道是为了停车问题 但下一秒却引发中怒 阿嬷的孙子这时火气也上来 因为对方除了辱骂长辈 稍稍钱还疑似拿着球杆 做事打人 没想到 蓝鱼男子的家人上前劝阻 居然也扫到红台北 而这起冲突 就发生在嘉义市区 一出巷楼内 经过了解 双方都是邻居 原来阿嬷家这块空地 平常租人停车 而对方不满被催促缴费 才会跟阿嬷爆发冲突 虽然当事人不在家 联络不上 但日前曾在脸书道歉 解释说 球杆是要拿回家摆放 被误会是拿来打人 将来也会控制好脾气 希望找时间向阿嬷道歉 由于私人空地不是道路 虽然不能强制移动对方车子 但为了避免冲突 其实事后可以透过民事求偿 而对方做事打人 以及不要骂脏话 也分别触犯刑法的危害安全 以及公然侮辱罪 显然避免正面冲突 透过司法程序 还是能安全维护自己权益 TVBS新闻季节亨 嘉义报导 一群员近团团围着几名闹事男子 其中一人夺出挫伤 中工日员赶紧先将人台上担架 送离治疗 一问之下竟然是老板将外籍员工给打伤 工厂老板怀疑越南籍移工偷钱就把他约出来 另外伙同了三名员工要来停车场跟他谈判 34岁料姓老板平时经营汽车铝合金工厂 这两年来他发现工厂陆陆续续少了5万元 怀疑是36岁越南籍员工偷拿的 但是碍于没有证据 就在11号中午11点多 绕了其他三名员工一起把移工约出来拷问 四个人持手电筒殴打对方 有看到警察都一起在那里 时机来到事发地点台中西屯区这一处停车场 通欧员工的料姓老板进口名车还停在这里 因为当时后方大楼住户发现不对劲 赶紧报警处理 警方当下就依现行犯法动手的四人全带回警局 老板怀疑员工偷钱第一时间没有报警 都用私刑执法犯法 也捞得自己得面临法律责任 继续被新闻成功一里才引台中采报导 细直细弯录 晚上八九点 看看窗外疑似有怪手电钻 发出噪音狂现闪光 还有机械运作声红隆隆 民众控诉一到五平日施工到晚上八九点 假日到下午四点几乎天天都在施工 已经好几个月了 附近居民好崩溃 到底是在施工什么 附近邻居多次向一九九九 警察局反应都没有用 空地主任秀出公文 强调晚上十点到隔天上午八点 这段时间不能施工 他们都有遵守 而根据引荐工程噪音管制标准 平日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都可以施工 假日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 中午十二点到两点的时候是休息时间 一旦违规最高可罚三万元 而这个高工局桥梁耐政补偿的工程 虽然工程没有违法 但已经从今年一月炒到三月 工程预计还要到五月底才会完工 虚大声上长达半年 也难怪附近居民真的要起风了 TVB的新闻 何家阳刘贵宇台北报导 跑道上引擎声轰隆隆 遥控飞机直线加速 飞上天际这一刻 玩家看得目不转睛 新装西盛遥控飞机场 已经开放十多年 但距离民宅比较近 近年也多了台六五快速道路 和河滨棒球场 曾经发生无人机坠毁 差点砸到球员的意外 新北市府决定迁移 这个遥控飞机场呢 就在新北市树林 可以看到呢 距离民宅其实还有一段的距离 不过在另外一头呢 就有桥梁在右侧呢 甚至还有公路 以及台铁的铁路 只有民众担心说 万一飞机发生事故的话呢 撞上汽车可能导致车祸 万一撞上的是台铁列车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大家都是有老手有新手都在那个地方飞 但难免会有一些可能安全的疑虑会在 因为附近有铁路 虽然新长币跑道长达三百公尺 无人机爱好者都很期待 但实际看看两边的距离 飞机场和公路大约两百公尺 铁路大约两百三十公尺 有部分玩家认为距离拉得不够远 亦有飞机失控 其他用路人容易受到搏击 市府回应除了河湖法规和马路 铁轨的距离有超过三十公尺 也将跑道和铁路平行设计 台铁也都有参与会刊 确认符合安全 3月14号启用后 虽然开放喷射机使用 但每次限一架起降 也会雇用保全和义工 除了驻守确保安全 也会参与相关训练 过去还曾经发生过 无人机失控撞进民宅 酿成火灾 就怕紧邻道路的新场地 发生类似的状况 还是有人希望安全措施 可以规划得更完善 一样黑色轿车慢慢开往白线前 停等红绿灯 不到几秒后方下坡 紧接来的水泥浴半车 似乎是想刹车也刹不住 狠狠撞上他推往路中央 一旁驾驶目睹 吓到连忙往旁边移动 黑车驾驶更是吓坏 立刻打开车门找人理论 副驾驶更是拿了把铝棒 恶狠狠地往车窗及后视镜砸 强道神实在太大 也惊动附近住户 事故发生在11号上午接近9点 花莲瑞穗香台九县中正北路口 38岁林姓男子开车停等红绿灯时 认为莫名其妙遭到后方水泥浴半车撞上 后侧不止被撞凹 玻璃也破碎 驾驶实在是气不过 下车理论爆发口角冲突 而坐在副驾驶林姓男子的哥哥 该是拿出铝棒攻击 远警获报立刻赶抵现场 虽然车被撞车损严重 但动手打人就是不对 林姓兄弟党依涉嫌毁损及伤害罪 现刑犯送办 不过肇事的水泥浴半车驾驶 九侧值竟然是超标高达0.23 九驾追踪量货双双进入警局 TVBS新闻高志宏李佳燕花莲采访报导 警方骑车在街上追着一台兵士轿车 双方一路追到巷口 兵士驾驶汽车逃逸 驾驶徒脚落跑 警方骑车在后面追 眼看没有路了 驾驶一个急刹转弯想甩开警察 双方再回到巷口 驾驶沿着民宅冲 警方只能绕路 最后伸手一抓把人压制在地 怀疑事发经过监视器拍到 兵士驾驶 逆向擦撞一排机车 再撞路边BMW跟一台重型机车 警方在后面追 驾驶开车开不稳 一路撞 拍一台轿车跟小货车遭殃 沿路逆向撞车就在台中北区原子街公园路口 11号上午7点多 冰士男先是逆向行驶被警方盯上 一靠近闻到浓浓酒味 要他下车零件 驾驶踩了油门落跑 至少撞了三台车跟五辆机车 警方调查 冰士男酒测值0.46已经超标 全案诊讯后依公共危险罪 肇事逃逸以及回损等罪嫌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